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还是回到潜舰系列43集 我们要来聊一聊潜舰跟潜艇 在海底的时候它的成员要怎么来呼吸 当然这个议题主要是因为最近093这个案子 英国的相关媒体所进行的报道里面说 它被困在海底6个小时 然后就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当然对于这件事情我还是持保留的态度 因为他这边提到像设置水下的陷阱 这一类的防潜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都蛮普遍的 不过一般都设置在像军港的入口 或者是海峡的入口 比较少会见到在广阔的海洋之中 来设计这一类的陷阱 而且对于核能潜舰来讲 在水下6个小时 对它其实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从这个议题衍生出来 大家一定有一个疑惑 就是潜舰跟潜艇 它在海底的时候 它的成员到底要怎么来呼吸 其实这有很大的迷思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时德国最有名的U型潜艇 这一类的潜艇 它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水面 所以它只有在要攻击或者是它要躲避敌人的时候才潜下去 所以我们以前都会称这一类的船舰 称为可潜航的船 所以它本身携带的氧气当然就比较少 可是在二次大战的末期 德国人他们就开发出来 可以吸附二氧化碳 还有延长在水下作业时间的许多种技术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有关于在水下成员的氧气维生设备 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的主要有四种 而且这四种它有使用上的限制 第一种是呼吸管 这也是德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开发出来的 当然最早的呼吸管 它就只是提供换气的功能 不过在近代 不管是裁电潜艇还是核能潜艇 都有配备呼吸管 因为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延长水下作业的时间 呼吸管还是必备的装备 第二种就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 就是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附出来 来维持空气中氧气的浓度 第三种就是制造氧气 制造氧气可以用氧足或者制氧药板 比较常见的是氧足 第四种就是电解水制氧装置 可是因为这一类的装置 它需要耗费大量的电力 所以目前比较常见是用在核能动力的潜艇上面 首先我们介绍呼吸管 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因为德国的潜艇常常是在上浮的时候 在水面被美国跟英国的海军发现 它的踪击而遭到攻击 所以德国人就开发出来 当然呼吸管最早是荷兰人想出的方式 可是德国人就把它实用化 可以让它不用浮出水面 只伸出了这个呼吸管 那它的目标就变得很小 左边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的核能动力潜艰 它的最左边那个管子就是它的呼吸管 其实呼吸管它的功能的改变也非常的大 从早期它是只有固定的长度 发展到最后比较先进的呼吸管 它可以随着海浪的动作进行上下的伸缩 来避免它呼吸管伸出海面的面积过大 所以呼吸管像我们之前介绍过解放军 中国解放军的明集 它的呼吸管就是固定的 一直到宋级它才具有伸缩的能力 而且呼吸管因为它在水面离开的这个长度 也不会太长 所以难免它还是会吸到海水 所以吸进来的海水 中间还会有一个释放的机构把海水排出去 所以现在的呼吸管其实非常的聪明 但是它是作为一个换气的手段 就是当潜艇需要大量空气的时候 假如不想浮出水面就可以运用呼吸管来运作 而核能动力潜见为什么还是需要呼吸管 是因为核能动力潜见它有紧急用的柴油发电机 所以万一它需要用到柴油发电机的时候 它就会搭配呼吸管来使用 这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它反照有稍微露出来 可是这时候它正在进行换气 所以中间那一根比较粗的就是它的呼吸管 然后后方就看得到所排出的柴油发电机的废气 那可是由于反潜巡逻机或者是反潜直升机上面 所携带的对海搜索雷达越来越先进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英国的反潜巡逻机所携带的雷达 就可以发现德国潜艇所伸出的呼吸管 所以目前各国也针对水面的搜索 加强了它的精度 所以潜见在使用呼吸管的时候 除了会有噪音之外 另外呼吸管本身它所产生的雷达影像 如何去降低这个讯号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很多呼吸管都会实施迷彩的涂装 另外还会针对外形进行优化 第二种方式就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 这一类的装备也是从二次大战末期 德国的潜艇开始实用化 当然是使用化学药剂来吸附艇内的二氧化碳 而这个技术一直发展到现在 仍然是目前裁电潜舰上面的主要配备 甚至连阿波罗太空船登陆月球 在太空中的太空人也是使用这一类的设备 来维持舱内的氧气浓度 所以我们看画面上这几张照片 左上角这一张是它的原理 其他的中间上面跟下面这个是太空船用的 刚好阿波罗13这个电影里面也有类似的情节 其他的照片就是潜舰潜艇目前所采用的吸附设备 可是其实以它的运作原理它有两种 一种是用氢氧化钠 因为氢氧化钠在空气中很容易潮解 它在潮解的过程里面 它就会吸收二氧化碳变成碳酸钠 所以目前潜舰看到的设备以这一类比较多 因为它就是一个像绿毒罐一样 它就可以来实施过滤 第二种是用氢氧氨 这一般会搭配设备来使用 所以比较大型的潜舰 它就会采用这一类的设备 从这张图片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把空气中包含了二氧化碳 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的空气 吸收到它的设备里面 然后透过氢氧氨 它的加热 还有它的吸附之后 把它的二氧化碳吸收出来 然后再释放新鲜的空气 第三种就是氧氏 为什么会称为氧氏 是因为它有一个点火的动作 它有一个热交换的动作 而且它的成分 我们也把它对应到蜡烛上面 所以它是一个氯酸钠 为主要成分的一个化学药剂 而且它刚好也是一根一根的在收藏 所以我们就统称它为氧烛 那在英文它就是化学氧气的制造剂 所以氯酸钠它本身只要在300度以上的加热 它就会释放出氧气 那释放出完之后 它就变成氧化铁 我有找到相关的影片 但是因为YouTube它的著作权的政策 所以我把影片的网址放在我们的说明栏里面 我把它的画面揭露出来 这个是燃烧之前的氧烛 它会放在一个金属的容器里面 这个是美国的核能潜见 所以它们是一次放两根 可是就我知道彩电潜见不见得会放两根 右边的这一部分是燃烧过之后的残骸 所以它装到这个容器里面之后呢 我们看到后面那一个工作人员 他就把这个封好的这个桶子 要放到他们固定放置的位置里面 然后他们会用一根化学火柴 就是图灵钉 这个图有灵 就是摩擦之后 它就会像火柴一样会点火 然后他会把这个钉子插在盖子上面 然后再插进去刚刚那一个容器里面 它是用旋转的 所以它不是化开来 它是插进去之后旋转它 摩擦生热 它就烧起来 然后这个容器里面就会释放出氧气 从这个管子释放出来 可是刚刚图灵钉摩擦的那个位置 它就开始依序往下燃烧 以美国的核能潜见为例 它每一烧会携带200枚左右的氧烛 每一次燃烧大概是45分钟 可以释放氧气的量是3300公升 那大概就可以供应40个人所需要的呼吸 而且它养竹的置放的位置是有经过规划的 所以会有好几个地点在释放 来维持间内的氧气浓度的稳定 那左边这个桶子就是还没有拆封之前的养竹 它这个是有在贩卖的 因为养竹的应用也包含在航太叶 我们乘坐客机它有一个紧急氧气面罩 这个系统它里面也是有一个养竹 大概每一只养竹它会供应一排的乘客 15分钟的呼吸量 所以养竹的应用层面非常的广 那最后一种是电解水的制氧装置 当然这一部分就比较简单 就是从水来电解它 所以在潜见上面因为周围都是海水 所以水的取得不是问题 可是裁电潜见因为它的电力供应会有问题 所以它非常的珍贵 在裁电潜见上电是它最重要的能源 所以不会在裁电潜见上面装置这一类的电解水制氧装置 可是在核能潜见上面因为它的电力非常的充沛 所以目前看到大部分这一类的电解水制氧装置 都是设置在核能动力的潜见上面 最后有关这个议题 我所要探讨的是在潜见上的工作人员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在潜见的控制中心CIC里面 它除了在操控这一艘潜见 它的航向啊方位啊这些航行的安全以外 另外他们还要随时注意他们的维生系统 包括氧气的浓度啊 二氧化碳的浓度啊 水力电力这些的供应 甚至连整个船的姿态 假如因为物体包括人员或者他们的这些东西的移动 产生它重心的改变 福利重心的改变 他们就要立刻抽水去平衡这一艘船的姿态 所以整个潜见的运作 人在深海里面是非常脆弱的 他们每天都有走在危险的边缘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忍心让那两艘海狮海豹 即将要满80岁的舰领 这种二次大战制造的潜见 继续服役下去嘛 所以有的时候 各媒体报道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 其实啊 听得懂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可笑 潜见就是因为很难取得 所以我们被逼的没有办法 只好走潜见国造这条路 那这中间假如以正常的方式 我们可能是完全没有办法取得 在20年都不会取得 那这时候海市海豹难道要服役到100岁吗 所以其实看到很多的人发言 真的令我蛮难过 也觉得不可思议 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可以更加认识潜见潜艇上面的运作原理 感谢你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